- 在這節目上歡迎收看孔夫子吃藥 大家歡迎收看孔夫子吃藥 -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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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法呆啦你耶 - 我是馬修 - 我是彼妮 - 好的 那首先我們前面要非常的 - 沉重 - 沉重 - 對因為我們最近看到一則新聞 - 令人非常不捨喔 - 對,新北市的某一區 就是有一位小六生 刚开学没多久 就选择跳楼 对 当然我后续的检调单位 去调查发现孩子是自杀啦 是 对那 大家都在说 这个孩子其实本身是很热观的 对那前几天其实还嘻嘻哈哈 虽然说开学没几天 可是以前的感觉都是 让大家觉得这个孩子是很正向的 嗯 那后来其实有点了解说 这个孩子可能修学的压力有点大 对 然后最后 才小学六年级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他们已经排除了霸凌相关的问题 对那 最后才选择这样 是 所以这集才会有一个延伸 就是说 大家对于这种压力的调试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对那 我自己在求学阶段 其实难免也会碰到一些压力源 对那压力源可能来自于家人 来自于课业 来自于 对自己的认同度 我记得压力有一个它特有的定义 那没关系你先插 我先插你先讲 好 那我个人是觉得 我自己对自己是有个 小小的一个心法的 对 面对压力我自己的排解的方法 其实 多半就是说 仪式感 之前其实我们有 有在某一集有特别提到仪式感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 对于自己在做的某一件事情的当下 应该 着重在每个事情做的环节当中 而不是去思考这个事情 未来会有带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假设是这样 你爸妈要你念书 要让你念书念得很好 那我们就不应该 把重点放在爸妈对自己的期许 而是把重点放在你今天 好了 既然你要念书了 那我就把重点放在 念书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说 我为什么数学念不好 那我 可以透过什么方式让数学变好 我是要透过计算的修正呢 还是我慢条式力把 这个题目做完 我把问题回归到问题的本身 而不是把问题 回归到制造问题的这个人身上 因为假设 你今天一直在说 都是爸妈对我 叫我做这件事情我才做 那不对你还是没解决问题啊 没错 你也没有办法解决 制造这个问题的人啊 对啊 所以你现在你爸妈跟你说 要你把书念好 那我们的第一条件是 我不能去拒绝念书念好这件事情 那我就先尝试念书看看 所以我先就 念书这件事情去做解决 所以我们说的仪式感就是 我们可能今天在做念书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些 让自己身体平静的 对对对 做完 做完 然后告诉自己说 哦 我要面对接下来的这件事情 对 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我针对这件事情去做探究 而不是针对发出这个问题的人去做探究 是 因为你做不完 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就是 哇 我不喜欢我爸妈 他叫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干啊 哎 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 是 他丢了这个问题 你要嘛就尝试这个问题 你发现你自己没办法解决之后再说 你不是连解决问题都不解决 然后有把问题丢回去 对那这是我的第一个 第一个小小的心法 那第二个心法呢 我觉得是保有好奇心啊 对 我觉得压力的来源是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哦 这个事情好难哦 我不愿意去做哎 哇 你我本来事情就很多了 那既然你好像要再多一个事情 我感觉很不舒服 嗯 那我我现在面对任何的事情是 比如说好了 我是一个肢障 今天有人假设 肢体障碍 肢体障碍 对 大家今天可能有个活动 要推我出去跳舞 是 假设是这样啦 啊我就不会跳舞 可是我今天面对跳舞这件事情 我内心没有到很排斥 嗯 可是我觉得我不会跳舞 那我要不要尝试先去 好奇跳舞这件事情 到底好不好 嗯 可能会有奇效嘛 可能我今天肢体表现 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嗯 可能我跳舞大家会觉得很想笑 可是你要把笑这件事情当做是 哦因为我还没有修正好我的动作 那假设我修正好我的动作 我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啊 转念 哎 我这个想法的变化 这个好奇心是 你有沒有对这件事情感觉到好奇 只要 这件事情 有十层当中 你有对一两 一两层好奇的话 嗯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困难 嗯 对 假设你今天我不会写程式 然后你今天说我一个作业是要写程式 是 你是先说 哦老师很机车耶 叫我写什么程式啊 还是你说 哎 程式这个东西我没有学过 要不要写看看 嗯 对 对说不定我学了以后变更厉害 对保持这一个程度的好奇心 其实 你就会觉得 哦好像那个压力源就不在了 嗯 就像刚刚毕丽说 有点转念的感觉 对 对我们把这个 念头给他 换一下 换一下 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嗯 好 那在我的第三个调解的方式是 我觉得要勇敢去做 哼 对 我觉得面对压力 就是去解决压力 嗯 什么意思 嗯 其实很多人像我刚刚说的 我疑似感做了 我愿意去挑战 我转念一想 好奇心去做 可是最后的话叫做 勇敢去做 嗯 我们有很多这种想法 可是我没有去实践 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很多人其实今天会害怕说 我把这个压力解决之后 会不会有下一个压力 哦 对 今天的你也同样在为人生而打拼吗 生活处处需要用到钱 你的存款由中央存保来守护 在台湾 如果遇到金融机构发生问题 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将依法赔付存款人 最高享有新台币300万元保额 存款人无需支付任何保费 新台币加外币存款 本金利息通通保 打拼人生要有存保 中央存保保障好 以上广告由 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这个压力解决之后 会不会有下一个压力 哦 对 常常会这样哦 就说 我好像把这个压力源一直压在这儿 比如说我爸妈今天跟我说 哦 你去念书 好我把书念好了 你会不会要求我做更多事情 哦 所以我迟迟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不会有下一个问题的产生 所以我就一直僵在那里 你去洗碗 不要啦 我晚一点再洗 对 心里面想的其实不是拖延 不是 而是因为洗完碗之后 你把桌上的菜收一收 对 桌上的菜收一收 对对对 你是拖个地板 对对对 哦 就会有接二连三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的孩子很聪明 嗯 就是说我感觉这件事情不要做 我就不会有下一件事情 因为 他们会给你一个认知嘛 是 那你就懒惰嘛 贴扁 贴你标签嘛 啊你就是抗压性很低嘛 哦 我乐得轻松 因为你贴我这个标签 我就什么都不做了 嗯 今天你就会认为说 我自己都做不到 难道 草莓族就是这样来的 我觉得这个世代 贴了一个很大的标签就是 我们都会认为 这世代的人 叫他没有用 所以我们现在在 一些执掌场所 就说啊 年轻人的想法都是这样 嗯 诶 他是年轻人 可是他也是人啊 嗯 你以前没年轻过吗 嗯 你不应该对这世代的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芥蒂 嗯 而是说你以前什么做的 你有这样子做挑战 那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去做 尝试看看 所以我说的勇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是 你不要先对某一件事情 先进行排斥 嗯 你先做完再说 谁说你做完 会有下一件事情 嗯 会不会你做完会有报仇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想法应该是 我做完会得到东西 那这个东西有时候 并不是别人给你的 成就感是自己给的啊 嗯 你不要去奢望别人会跟你说 你好棒哦 对 而是说 诶我今天完成了一个成就 那这个成就是自己给的 那 这个成就能不能去减缓压力 我可能 忘记在某一集时候 有跟 Matthew讨论过这件事情 就是 我会把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都把它当做像电动玩具 嗯 如果各位有打过BS 对 对 他可能都会有一个成就达成啊 就是 诶 什么什么解锁 什么什么解锁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你把你 接下来可能要面对每一个挑战 都给他设一个简单的砍 对 然后这个砍你过了 诶那就OK 没有问题 那你不小心踢到跌倒了 也没差 嗯 你就把它当做游戏 反正 呃你有很多次尝试错误的机会 只要不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你都有机会可以去修正自己的问题 对 就像你说的 诶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具象化 嗯 就说诶像你刚刚说 哦哦 这个是一个成就解锁 诶对 我们脑袋中会有个具象化的一个符号 嗯 一个通关密语 没错 我们先把它解决了 哦对 我好像达成了一个东西 那静静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暂时消去 嗯 等到下一次挑战来的时候 你这个锦铃又大作 说哦对 又要下一个挑战了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是兴奋呢 还是你觉得很抗拒呢 我个人认为我应该会是兴奋的 啊来了 有趣的来了哦 又要开始这个流程了 那因为我们有经验可以去做解决 对 所以下一次你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更大的压力的来源 甚至我们把压力 压力改掉 叫做任务 我们可以去解决更大的任务 嗯 我们人后对于语言这种东西是相对性比较明硬 如果你今天没有把它做另外一个方式的消化 你就会把自己压垮 就像是可能今天新北市的这个小妹妹 小朋友 可能就没有人教她要用什么方式进行排解 嗯 现在有很多抒压课程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今天去上了一个抒压的讲座 那他可能会叫你全身放松 对 你要问问看自己 自己内心到底要什么 当然这些心灵鸡汤的课程 是有帮助的 是 对于一些人而言可能很简单的带过 可能自己就会觉得有调适 对 偶尔就是需要这种有人引导 可是对于我而言是 我有时候想法很奇怪啊 啊我就知道说明摆着你就是来骗我的钱 我就是明摆着我知道这些东西 会有什么样的成效 那我自己已经跑步一次了 发现没有用 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花时间参加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你只要偏向顿物派的 你要自己去领出来 对对对 你看书有时候会更有感觉 对像我有时候会去看一些书 比如说心理学的一些书 甚至是一些小说 一些财经专家 甚至是一些名人的传记等等的 会让我觉得说 对他那个当下他是怎么去度过这个难关的 那这个方式到底适不适合我 我会去拿过来做一个比较 那对于很多人而言 可能压力这个来源 来自于就像我刚刚说 家人或是今天的自我追求 我觉得现今的社会的人 自我的追求来自于财富的压力 我觉得财富的压力 是来自于他人的眼光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 假设我今天一个月月收入五万块 五万块可以过得很好 我可以至少三餐不用吃到 我可以不用特别去看价格 什么叫不用特别讲 我至少今天去Seven 我买个 买个餐 买一个可能便当 微波 可能我 我可能没有仔细看价格 可能就一百块以内吧 或是一百块上下吧 我可以不眨眼的 我直接拿悠悠卡直接去刷 我可以直接吃 我觉得我早餐中餐晚餐都是吃这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就满足了 可是对有一些人而言是 我可能今天五万块 我都吃这些东西 诶 可是别人今天去吃网品 人家更不眨眼 人家去吃些高档料理 他更不眨眼 所以我不够啊 所以我认为我的五万块是不够的 我应该要再更向上爬 那你觉得你是被自己打败了 还是被别人打败 我觉得被别人打败的比例居多啊 因为你明明吃一个 那个便利商店的东西就棒了 但是至少 至少就Matthew刚刚的说法是 你还有想要 对啊 往上哦 对 你还有勇敢的想要去 那你接下来该不会就是想要讲 就是有摆烂的 就是让自己不好也没关系 也是有可能这样啊 就觉得安于现状 安于现状其实也没有不对 知足啊 对那是知足 只是说有些情境里面 你不合理自己越要求自己越低啦 我们单线的是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摆烂跟自我要求高 那是两个极端 有句成语叫做过有而不及啊 对啊 你没有做到的 跟你做超过的 都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做的适当就好了 那这个适当它的这个名词 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个 更深度的一个比喻哦 嗯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等级 能够做的事情 嗯 对 你不要太过 有些装备 比如说你50级才能穿的装备 对 你不要笑想你20级就能穿 你等级还没到 你就只能干嘛 慢慢练等 嗯 我觉得大家现在太肃进了 太太觉得自己要很快达到这个成就 对 你没有慢慢磨练 你怎么有办法马上 得到这个样子的一个成就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哎 我我可能今天吃便利超商的东西就可以 人家吃到网品的东西 啊人家可能等级很高啊 嗯 你要怎么样跟人家一样 所以你会学习嘛 可是有些人没有学习 有些人就只是渴望 有些人就只是哦看着 然后看着看着看着酸葡萄心态就来了 嗯 啊人家家里有钱啊 开始用各种理由 嗯 理由嘛 那今天这个会不会变成自己的压力在 我觉得有哎 也有可能 现代人很多抱怨年年哎 嗯 键盘侠啊 对啊键盘柯南啊 嗯 就去调查人家的身家背景啊 啊 好 人家家里有钱 人家才有办法做 真的吗 嗯 人家没有那个能耐 真的有办法去做到吗 那如果是你你敢花吗 嗯 对不对 那会不会到你手上 你觉得把这些钱全部都省下 又再过相同的生活 嗯 你觉得你想要 再有他的视野 是不是真的比较难 我觉得反过来讲 压力这个事情是 可以让人进步 也可以让人家退步的一个一个一个环节啊 他就是一个 嗯 因人而异的东西 嗯 一个 催化剂 有些人就很喜欢在新手村打转 对不对 我们常常常在动画里面都说 我在新手村干嘛 破关嘛 嗯 像以前仙剑奇甲传有一个叫做十里坡剑神 嘿 他不知道可以走出十里坡 嗯 他就一直在十里坡打 只要练等 练到什么 练到 极致 李逍遥的大绝 叫做剑神 嗯 的这个招式出来 他才发现 哦 原来可以走出来 没想到一走出新手村就无敌了 嘿 从头打到尾 没有对手了 对啊 因为他一直在十里坡徘徊嘛 会不会有人就是习惯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哦 原来这世界很大 嗯 对 他没有出去闯 他觉得他没有压力 他很自在啊 再慢慢打啊 练一练不知道是LV999 超强 嗯 对啊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是 嗯 现今的社会氛围 让大家觉得 压力很大 嗯 那这个压力很大是 以而传而的压力 我记得之前有看过哪一本书 说压力是人幻想出来的 嗯 它有一个 特别精妙的的部分 就说 你觉得小朋友没有压力 小朋友就是蛮多了 婴儿 婴儿应该也有啦 应该也有 嗯 你觉得婴儿的压力 是别人给他还是他自己给他的 我记得之前有做过一个实验好了 比如说一个娃娃放在那里 对 然后 你把他的娃娃拿走 嗯 他本来开心了 你把他的娃娃拿走 他会哭 他会哭 对 你把把娃娃放回去之后 他会马上舒缓 嗯 正常人 我们现在的大人好了 你把他的娃娃拿走 再放回去这件事情 会对你的情绪造成多大的一个影响 我记得有个 有个人 有个心理学家 反正他去做检测 去看他那个心跳的波动 对 一下子 一下子激动 一下子平缓 嗯 那个反应是很大的 嗯 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东西对 这个娃娃对这个 baby的看重程度是很高的 是 所以他的影响波动很大 嗯 如果我们没有去制造这一个变因 其实这个孩子的心态 应该都是平铺之序的 了解 嗯 所以相对性是这样 因为孩子在生长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个安稳的 嗯 陪伴 没有造成他过度心理浮躁的 这种过程当中 都是平平平平平静静的 平平安安的 安安稳稳的 家长都是用鼓励 不是用责备的方式 嗯 这个孩子发现未来长大之后 10年后 他会比一般同年龄的孩子而言 嗯 更加稳定 但你要说他有没有压力在 有 可是他排除压力的方式 可以更加的 平和 跟 我们一直用照镜的方式 处理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当下 当下我在看到这本书 其实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举例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啊 原来 压力这种事情是 会传染的 嗯 对 它是一个代代相传的 我们叫做什么 代代相传的这个 病菌啊 类似病毒啊 移毒啊 一个传播形式啊 一个传播形式 是你有压力 然后你再把压力 所以这是日文的那个 来源吗 一呆一呆的来源 一呆一呆 就难受啊 对对对 它是传递的 你把你的压力传给我 你就没压力了 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哎你把压力传给我就没压力了嘛 上师今天交代一个任务给我 我们我只要等你任务解决 嗯 我把你我把压力传给下一个人 嗯 就是这样传 跟那个 那个诅咒信件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 当你把诅咒信件再传给一百个人的时候 你把大家的这个诅咒 平均分给一百个人 嗯 这一百个人会帮你解决问题 你就没有压力了 我觉得大概概念是这样子 对那 我从 嗯 你说 我从Matthew的刚刚分享的东西里面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 其实对于现在的小朋友 这个妹妹 我不清楚详细的情况发生怎样 但是我觉得我就我周边 我感受到的例子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在青少年 甚至是年龄层可能更小的部分 他们有一部分的压力来源是网络 嘿 真的是网络 就是他们会很在乎他们在trap 或者是IG上面的留言 然后或者是他们本身的一些发文 嗯 有没有收到一些 认可 认可吗 要讲认可吗 也或者是有些指教 或关注 对 当然好的 可能会过好啦 可能就会有膨胀的问题 嗯 但是也会有一些情形是 他们无意之间变成别人 差与犯后的话题 嗯 不敢讲说 是有到霸凌的程度 但是因为霸凌这个词太敏感了 我们用一个说法就是 或许有一个状况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对 就我们假设 我假设今天有一个小朋友 嗯 之前Math可能也有提过这个例子 对 这个 哎 我假设有一个小朋友 他在上学的途中 嗯 不小心 袜子左脚跟右脚 穿反的 对 或穿错的 对 他可能没发现 他到学校的时候 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可是有同学看到 可能好玩啊 对 哎你袜子怎么穿反了 然后笑他 对然后笑他 那这算霸凌吗 哎 不是哦 对 但是问题是小朋友这种无心之过 有时候就会造成 当事者很大的压力哦 对 因为他他不知道 哎 为什么我穿错了 要被笑 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一笑自知 对 而且 这个场合是你要他把袜子脱掉吗 不可能 嗯 你要把袜子换回来吗 也 没有办法 嗯 他等于他一整天都得在 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 嗯 其实 这时候产生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哦 因为 或许不是只有一个同学发现 嗯 他跟第二个讲 第三个讲 第四个讲 哇 大家都看到他的袜子 哎 你袜子穿反哦 就就是 没 没有什么意识 但问题就是会一直不断跟他提起这件事情 对 他就会很难受啊 更不用讲 可能还会有一些同学很无聊 拿起来然后就录 现动说哎 今天谁谁谁 袜子穿反了哈哈哈哈 对啊 现在传播速度真的太快了 对啊 那你藉由Trad或者是 IG又把这件事情在无限放大的时候 对当事人来说 有时候会造成很难以 去米平的一些伤害 对 嗯 我不清楚这个妹妹是不是这个状况 但是 我得说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 很多小朋友他们心里面的压力比我们啊 我们这些成年人想象来的巨大 因为大家相对性都是不成熟的 对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可能觉得说 他们只有读书这个压力也其实没有 社交上面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才是很大的压力 而且是你很难想象的 我印象中很 蛮深刻的是 我记得我前几节课 因为我们是刚开始上课 然后就有请同学去分享一下他说他 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然后就有一个同学讲说 他很因为他是在我旁边对 他说他喜欢羽球 然后他后面讲一句很小声很小声 只有我听得到他没有跟其他人说 可是我羽球打得很烂 我其实不太敢跟大家讲对 那我心里想说孩子 喜欢羽球就是喜欢羽球 谁管你打的好或不好对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好不好 你喜欢就是喜欢啊 我当时心里面其实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没有这样讲吧 我没有这样讲出来 我当下就说 他说他喜欢打羽球 我说他是喜欢打羽球的哦 然后他小声的讲这个 我说大家都有办法借由练习的过程中越来越好 我就只有这样讲而已 我没有把他讲的那一小句话讲出来 可是在我听起来其实就已经感觉到不太对劲 因为没有必要啊 你没有必要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这样说 多补充这句话 对 而且你说这句话你讲的很小声 那他传递给我的讯息就是 干这是一个压力耶 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压力耶 好像我喜欢这个东西不行耶 因为我不够强耶 嗯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啊 这样很奇怪 你喜欢跟你强不强 是两回事啊 我也很喜欢打篮球 我是国手吗 我不是啊 那这会影响到我喜欢篮球这件事情吗 不会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有一点太过于 在意这些东西 然后他可能是无 嗯 在我们的感觉起来是无意义的 对 可是对他而言他可能就会影响说 对他而言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会影响到他的社交 嗯他的每一步好像都要走得很准确 很谨慎 对对对对 不然就会 哎可能别人会说些什么别人会说什么 他可能在意太多的 别人的观感问题 也或许他有很多的想象观众 我们在心理学里面会说嘛 他可能觉得他有非常多人在关注他 对对对对 所以他必须要谨言盛行 对 然后容不得自己有任何犯错的机会 可是你真是因为不断的慢慢犯错 你才可以让自己更好啊 不然就会像马修讲的 我们前面提到的啊 啊他一开始就躺平了 对 那谁来帮他们 这不是世代的问题啊 而是你自己没有让自己想办法更好啊 对 对那也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嗯 我是从这一点你听你刚讲的东西里面去想到的啦 对 当然或许跟我们故事主轴的这个妹妹不太相关 因为实际上的面相或许还有非常多 对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因为 我们 不是当事人 对不是当事人 也是借由新闻知道 对也等推敲 当我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心里面第一个直觉就是 马修第一直觉是压力 对 他觉得有可能很多个压力来源 但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直觉就是 我觉得网路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因素 对对 然后呃 也借由他我觉得我有我的例子 其实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说过 但是我一样就把它拿出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其实我在 大学宣接到就业的这段时间 其实有非常大的撞墙期的 对 因为我不知道 我学了三四年的教学技术之后 要做什么 然后也跟我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冲突嘛 因为我们家 大家族全部都是技职 对 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有一个非常大的拉扯 嗯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没有办法像马修说的 因为我是针对我未来的问题 的不确定性去做调试 嗯 所以其实我睡不好 我每个晚上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严重到这种程度 就是我我没有办法自己去 厘清所有问题的步骤 即便我我自己一直想说 那我要勇敢的跨出一步 那那一步到底要往哪里踩 我真的是应该要就这样子投进职场去 去投入教职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吗 还是说我真的就是退而求其次 安安稳稳的做我家里的工作 然后赚可能更多的钱 那在这一段很纠结 心理纠结的这个过程中 扣除掉吃安眠药才能睡的这个过程 我每个晚上很长一段时间 几乎都会去夜跑 我觉得我大概是藉由转移注意力 这件事情去帮自己做一些调整 我可能每个晚上都会从 呃像 冲我母校可能跑到 大安森林公园 多绕了好几圈 又或者是跑过 跑到灵光捷运站最远啊 就可能会到其他的地方 慢慢去把自己 呃心里面的感觉把它排掉 藉由流汗这件事情 让我的大脑可以稍微活化 产生一些多巴胺 然后跟症 肾上腺素 血清素之类的东西 让我心情可以稳定一点点 运动真的对各位是有好处 对 如果你是有办法自己用自己的方式 去面对这个问题的人 你就用他三个刑法跟自己硬干吧 对 但是如果不行 我觉得你不妨也尝试我的方式 吃安眠药绝对不是好事 靠一些外力的方式 这个不是好事 我不可见 不能靠药物 因为他问题不会解决 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后续的状况 对 所以 我觉得运动是比较理想的 你借由运动过程中跑步或游泳 让自己跟自己有一个对话的空间去调整 所以我后来 在毕业的 领完毕业证书之后 实际结束我整个学程的时候 我还是决定 我先去做教学这件事情 我也是借由 后来真的跨出这一步之后 才开始 理解我其实是喜欢教书 才真的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老实是这样说 因为就像马修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 我的谨慎程度是 我会在心里面推敲非常非常久 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情 我要推敲非常非常久 我才会去做 对 而且我也很讨厌麻烦别人 我不喜欢去寻求别人的协助 我会觉得 这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嗯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 当我真的踩出那一步的时候 我才把我心里面所有的大石头给放下 嗯 对啊 也是拿来就鼓励各位 有些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硬干 那你先转移吧 你先让自己有其他的调试方式 嗯 去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对话 去厘清自己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问题 真的不行 你觉得没有办法 寻求协助也一点都不可耻 对 一定要寻求协助 真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 状况是 你可能自己真的不能理解 就即便我们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 对 我们翻了很多教育学的书 难道我们真的能应付在 教育现场上所有遇到的小朋友吗 嗯 不行 真的不行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他们有他们可能发生的问题 在某些阶段里面 我们经历过的 可能也不足以 做为辅助的资料去协助他 对 那这时候他们只能去寻求 辅导师的协助 对 这些专业的协助 帮助他抽丝剥茧 了解自己的核心问题 也让周遭的我们 知道说可以怎么去帮助他 这一点比较重要 嗯 嗯 对 所以大家有儿 偶儿的时候 必须要倾听自己的声音 对 不管你今天是 呃压力的来源 是来自于网继网路 来自于家人 来自于课业 来自于种种 必须得讲 没有人可以真正帮助到你 对 只有自己能够帮助到自己 嗯 对 你可以用外力的方式 你可以用心法的方式 告诉自己要坚持 对 你只要记得 其实明天的太阳 绝对比今天的太阳来更大 嗯 虽然说你可能明天是阴天 可是你想一下 阴天 终究会过去 是 太阳终究会降临 没错 对 你必须得反复这样告诉自己 嗯 其实人生会很美好啊 对啊 你真的累了 躺一下嘛 对啊 躺一下也不会怎样啊 对啊 你不要躺在马路上就好了嘛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不要躺在马路上 其实就没问题了 嗯 好啦 那今天这季就分享给 可能现在比较软弱的各位 同样 呃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下面留言给我们 哈哈哈哈 还是希望留言啊 我们还是希望留言 但Apple Podcast 我们没办法及时回复 对啊 所以 如果你下定决心 你要留在 Apple Podcast上面 你就会跟 回复153一样 可能会变成我们 下一集的材料 哈哈哈哈哈哈 刘要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 我们当然都 愿意讨论 对啊 因为如果是不好 我们也很有可能 推敲出 其中的一些 我们觉得 或许的因素 然后拿出来讨论 是是是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拜拜